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计划制作的 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1227集的播出 前不久我们曾经专访我们健保署的理署长 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我们国人真的是很爱看病 或者很需要看病 平均每一天大概有100万人次 在全国的各大医院诊所看诊 大家都常常听到媒体在唱衰我们的健保 也难怪我们健保的资源预算 今年已经提高到7000多亿 这个还没有包括商业医疗险去年一年赔掉的1000多亿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来看 显然我们国人是不够健康的 有一句话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 不健康的人才需要 重点是说我们不要小看健康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节省的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资源 或者是保险公司资源 更是我们自己的幸福 我们的健康都可以因为这样获得很好的保障 可是问题是健康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健康是一个普世的基本人权 所以每一个国家政府都非常关心自己国人的健康 也都推出很多的具体措施 当然台湾比起这些先进国家 一点点都不落后 那我们节目之前您不妨想想看 就你所知 到底我们台湾政府在提高国人的健康这部分 或者介入我们国人的健康管理这部分 做了什么事情是你知道的 或者是你个人已经利用过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到肩负 照顾我们台湾两千多万民众的健康的 非常重要的单位 就是我们的国家健康署的署长 王一伟 王署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署长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署长听到我刚刚的介绍 一定觉得很任重道远 这么多国人的健康需要关心 我觉得以您过去来讲 您一直都是担任医生 所以您扮演的角色就是被病人需要 被病人依赖 那所以在你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照顾病人的经验里面 首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说你的经验 国人有没有一些 其实他只要过去曾经留意过 曾经注意过的疾病 后来就不会发生了 有没有这一类的疾病 可以让我们一种了解 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 是健康是医 后面都是您 你没有前面的医 不管你有多少财富都没有用 那我本身是一个医师 我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师 所以呢 我们从一个预防到筛检 到照顾 后来实际上我也做了很多 安宁照顾 末期的照顾 当你看到末期的时候 在想说为什么他走到这个部分 特别是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他不应该走到这个部分 那那个时候就发现 实际上如果可以找到点预防 这个情形都不会发生 那我们知道说实际上大家都很知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 有一句话说人类最远的距离从哪里 是从头到脚 我们知道健康很重要 可是维护健康 照顾自己的健康 都没有在进行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第一个就是你问大家 这个是你的责任 不是政府的责任 不是医师的责任 是每一个人要照顾自己健康 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所以在您的实际经验里面 事实上是有一些不健康的状况 是透过筛检也好 或者说留意自己的身体的征兆也好 可以及早发现 比方说像什么 我们最强健的是 我们十大十年里面第一个就是癌症 那全世界现在来讲 比较强调说非传染性疾病 所谓的NCD 那这个它包括四个疾病 一个是癌症 一个是心脏病 心血管疾病 一个是所谓的腹吸道的COPD 那个所谓的肺塞症 第四个是糖尿病 这四个就是影响全世界 所谓的非慢性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它有四个引起的因素 四个因素 一个是抽烟 抽烟一定是非常的影响很大 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健康都很重要 第二个不正确的饮食 那我们没有足够的运动 不适量的喝酒 最近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因素 是所谓的空气污染 这五个因素是对所谓的非传染性疾病 就是慢性病 都影响到它的发生 它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影响 是 听起来疾病 比方说我已经得了什么病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对 那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如果是非传染性的话 就是这五大个原因 那个原因存在 所以我可能 可能 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一个病的原因有很多 刚刚提到这次是可以预防的因素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 或者是有些遗传的因素 有些身体的老化的因素 可是有些部分是我们自己可以有责任的 就像刚刚提到的一个运动也好 饮食也好 不正常的一个行为 像台湾我们做了很多 我们一个特别是口腔癌 跟病囊都很有关系 如果没有病囊 基本上口腔癌发生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其实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避免 可是没有做好的部分 您刚刚提到说 最远的距离是从我们脑袋到我们的脚 我的解读是说你知道了 但是你做到没有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您在安宁关怀这一部分 下了很大的功夫 也就是说你有非常长的接触到 比较重病或者临终的病人 在这样的一个照顾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说 确实有很多人 他回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不管是抽烟或做其他的事情 他真的是悔不当初的 有这样的经验吗 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没办法再后悔 可是真的一个照顾者 我们所看到的 不如说我那个时候看到最害怕的 不是害怕是最不想面对的 子宫颈癌的病人 口腔癌的病人 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年轻 子宫颈癌如果做一个筛检 很有效的可以发现 称之后治愈到百分之九十几 口腔癌实际上如果脚趾发现 就是你不觉病囊 或是脚趾发现 也不会做到后来的一个部分 那你看到那些口腔癌的病人 或是子宫癌的病人 都比较年轻 他的家人 他的小孩 实际上我们觉得说很可惜 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 觉得说我很多事情没有做好 前面的部分要更努力 过去您当然就是一个 照顾病人 医治病人的医生 那你现在更多的工作 是在让病人少去看医生 努力朝这个方向 因为我如果健康了 可能我就不太需要 常常去看医生 甚至于我可以 在某些状况底下不需要医生 我想如果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话 您个人觉得过去这样子 治疗病人的病跟现在这样 想办法让国人健康 减少抗病 哪一个比较符合 您当时学医 学医的志愿 我想每个人的不同的角色 都很重要 那现在来讲 包括说一个预防筛检 实际上我们不只是 所谓的预防筛检 实际上病人自我照顾 也是我们的责任 不如说我们最近很多的 慢性病病人 糖尿病病人 他已经得了糖尿病 可是如果他按时间服用药物 按照医师的指示 他并不会加重 那包括说一些癌症的病人 他已经得病了 可是如果他可以按照 我们的指示定期去追踪 实际上有可能 也很多的病就可以控制下来 所以我们所强调的部分 不只是所谓的预防筛检 同时病人要参与 他自己的照顾 有他的责任 是 好 那您认为如果国健署 目前在做的工作 或者未来可以做的工作 从一个妇人孕妇的产前检查 到新生婴儿 到青少年 到成年 到中老年 在您的责任底下 如果曾经做了什么努力 或者更努力 就可以有机会减少 我们的健保给付的 我们所谓的国民健康署 我常常说我们又改名字了 因为国民健康什么都是我们要报的 你知道你是国民健康都是我们有关系 所以从怀孕的时候 如果我们定期去做那个产检 有些问题要早期发现 像出生的时候或是病发症 就比较减少 那新生儿出生的时候 我们有做筛检 那新生儿筛检 如果早期上有些听力了 或是有一些所谓的异常的疾病 早期发现的时候 实际上他也不会避免后来的一些 更多的医疗的一个支出 那我们也有所谓的那个儿童的定期的健康检查 那我们也知道说有些发展迟环 早期早期发现 他的发育是跟很多是正常差不了很多 所以怎么去早期发现他们的问题 那到学校的时候呢 像有一阵子 最近报纸也提到 儿童的肥胖的部分 那我们儿童肥胖 最近是慢慢慢慢平稳 那全世界的趋势是一直在增加 台湾没有增加以外 实际上有点点往下走 这个是我们就很努力的一个成果 可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儿童肥胖有很多的原因 那包括做饮食运动 包括他的观念 包括最近大家都喜欢坐在那边看电视或是山西 那这个也是国间署有时候需要注意的部分 好 那我想我们到了中年到老年 其实这个更复杂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进一段广告 再回来请教宿长 我们今天健康保险大家谈专访的是国民健康署的署长 王英伟王署长 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到十点 那那个时候假设您刚好不在电视机前面的话 我们同一个时段也会在YouTube同时播出 所以你拿着你的手机 一样可以观看我们完整的精彩节目 好 那我们回来刚刚在讨论的 您刚刚提了儿童吗 青少年 当然他们会慢慢长大 那很多疾病在小孩子的时候被发现了治疗了 但是后面因为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所以我想成年人到后来的中老年人 国健署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预防保健 实际上所谓的生命周期里面 它每一个阶段跟我们的健康都很有关系 那我们在成年的时候 大概大家最常出现的场所就是工作场所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健康促进的工作场所 或建筑的一个职场 那我们也跟劳动部有很多的互动 那包括说有些鼓励比赛 看职场里面是不是真的提供我们员工 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 包括说身体心理压力的部分 那这个实际上是很多的职场已经开始进行 但是有部分我们应该更努力 包括说这比较小的职场 实际上一些50人以下或是没有固定雇主的 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劳动的大众 怎么样去让他更健康 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当成年人以后到职场以后 慢慢年纪大了以后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老年人口 从去年的4月已经达到14% 现在已经14.9% 快要到15% 再过几年 五个里面这有一位是65岁以上 那这个老人人口也是一个未来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议题 老人说老人的健康处境 什么时候开始预防 从小孩子都开始预防 那在美国 他们从一些事故撤破以后的小朋友 他们做解剖以后 发现在小孩子的血管硬化就开始了 他们现在看电视 饮食的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应该更早期 从儿童到成年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预防 老人人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他的功能很重要 虽然他的能力 我以前100公尺跑15秒 现在五分钟都走不完 可是不重要 我可以走到隔壁去换门子 那个才是重要 所以怎么去让我们老人家的功能 会做得更好 好 经过署长介绍 我想刚刚我第一个单元开场的问题 你应该找到答案了 我们一般民众接触到最多的 其实是癌症筛检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当然医疗院所非常清楚 这个癌症筛检是国健署 在负责的业务 可是一般的民众 如果到医院去看诊的时候 很多人都同时被要求说 或者问说 你做过什么筛检了没有 所以其实很多民众以为 癌症筛检是健保 就是很直觉就觉得 既然是医院要我做的 那就是健保 那我想这可能是 我们等一下这个待会儿 可以来谈一谈的 我想请教署长 就是说 贵所做了几项的癌症筛检 这可能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国人 因为癌症死亡的人数 真的非常的多 以去年来讲48000人 这就占到我们整个 死亡人数的28%了 所以平均来讲 我们大概每5.5个身雇的人 就因为他的原因是因为癌症 那贵族定了几个癌症的筛检 这个标准怎么定 比方说年龄 为什么是设定年龄 还有哪一些是可以免费筛检 世界卫生组织是有 三个癌症筛检是很重要 台湾是四个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 子宫检癌的筛检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肠癌 再过来是口腔癌 那再过来是乳癌 这四个是我们做一个筛检 那为什么定出来 最重要是他的发生的年龄 还有他的所谓的一个 实际的研究 如果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 他是可以治疗的 有些实际上它发展很快 当你今天做完检查 我不可能每个三个月做一次 那那个时间很短的时候 这种筛检就不是很建议 或以那个子宫检癌来讲 好了 你今天我们希望是 可以就开始做筛检 那如果一段时间以后呢 过了没有筛检到 可是他过了两年三年以后 他可能还在原胃癌的部分 治疗的成果都还是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符合筛检的一个条件 所以筛检有几个 比较需要的符合的条件 一个是他的发生率 他可以治疗 他的那个对民众的影响很大 这几个都是我们在考量的因素 是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他们就会关心 比方说女性 为什么乳癌筛检 免税的只到69岁 那这个是表示 69岁以上的女性 得乳癌基地比较低 还是说得了就不要治疗 那以大长癌来讲是75岁嘛 那有人就讲说那75岁就不可以再做免税的筛检 是同样的原因吗 是因为75岁的不太会得大长癌 还是说不值得 实际上如果你看那个发生率 癌症的发生率一直增加 可是到65岁以上 慢慢慢慢减少 实际上年纪大的 那个死亡率比较高的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中风这个部分 那之前如果按照我们的固定的时间去检查 再发生这种癌症的机会就比较少 不可能绝对没有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是绝对的事情 可是一般所发生率来讲 它是减少得很低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量说 要不要做这个部分 当然是如果他说 我交了一些保险 一些外面的保险 愿意帮这个付是可以做的 不是说不能做 可是以一个政府来讲 我们从一个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发生率最高 最有效率的检查 我们要做那个检查 是 所以在那个年龄之前 如果按部就班做 应该到那个年龄算是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可是全世界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 那SSI已经做了9年了 如果你回顾这些年来 这个世大SI的执行 不管从民众的 接受筛检的比例 或者说从筛检以后的发生率来看 有看到具体的绩效了吗 其实像我们每年 大概差不多500万人 做这个癌症的筛检 那癌前病变呢 大概有5万个可以发现 大概有1万个是癌症可以被发现到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癌前病变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 就是当我们筛检做的越多的时候 反而我们在大厂来的发生率就慢慢减少 有人说奇怪你筛检跟它的发生率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当我们发现 那癌前病变 我们做了一些处置 像那个大厂死肉 切除以后都不会变癌症了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那个大厂来慢慢慢慢下降 因为它的癌前病变被发现 是 这个是从发生率或者是早期发现来看 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十大胺症死因来看的话 比方说像乳癌 比方说像大厂癌 它仍旧都是在前几名 比方说大厂癌是在前第二名 乳癌还是在第四名 就是死亡人数最多的 那所以如果从死亡人数来看 跟癌症来看的话 怎么样去说明说 这个癌症确实发挥了它的效果 所以所有的结果都看到是 如果来筛检 基本上来讲 它都会早期发现 它有筛检的那个群 跟没有筛检的那群的人来讲 我们看到有筛检的人 他会发现这个乳癌或大厂癌 都是比较早期的 如果没有筛检的 被发现的时候都比较晚期 这个实际上很多的证据已经呈现 那比较晚期 当然是使用的治疗也好 费用也好 都是比较 而且预后也比较差 那最近这一两年来 我想我们台湾有几个突然间变得很有名的恶性癌症 当然因为有一些名人的效应在 比方说像胰臟癌 死道癌 因为媒体一直报导 那很多人就会去想 那国际署为了这一类型的癌症 有没有做了什么介入健康管理的工作 有性癌症是像死道癌 胰臟癌 它都是可能跟抽烟 喝酒都有相关性 这个是最早 最前端的预防 可是筛检来讲 它的效果就比较不好 因为第一个 它的症状发展有时候很快 不是不明显 有时候你不可能 它需要做检查的工具 不如说需要用到所谓的MRI 所谓的核磁共振 那这实际上不见得那么的普遍 那发生率像胰臟癌 它发生也没有像其他癌症那么高 所以你不可能每个人 没事就去做定期做MRI 所谓的核磁共振 所以这些实际上是 这癌症是不适合做筛检的一个工具 可是应该做早期的预防 那筛检只是发现癌症的工具之一 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那比方说我们再看像肺癌肝癌 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在我们国人的 这个前一大前两大前三大的 这个死亡人数最多的排名 那也不在我们要做的 那个癌症筛检的项目里面 所以就比方说像这一类型的癌症 国务署做了其他什么样 采取什么其他的工具 来帮助民众预防或者走去发现 台湾如果以肝癌来讲好了 这很多跟B型跟C型肝炎有关 所以一旦它自己有B型或C型肝炎 我们健保署有一套 所谓的追踪管理的定期超音波 抽血的检查 这个已经在那个范围里面 我们知道说B型肝炎实际上在当兵的时候 入学的时候都有在做筛检 那我们现在对所谓的那个B型肝的筛检 我们是从45岁开始 那我们会考虑这个年龄上 不过今年我们就把原住民的年龄提到都40岁 那我们筛检以后 如果有B型肝的一个阳性 它必须要定期做超音波检查 抽血的检查 那这个实际上是对发生肝癌的部分 可以做一些早期的发现 那现在来讲 从前年大概上个礼拜 李所长也提到说吸肝的治疗的方式 因为我们最近几年 因为发现吸肝是可以根治的 那个药物算是药物很贵 那可是它基本上完成这个治疗的时候 吸肝就是没有出现 它变成那个肝癌的机会就减少 那我们也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我们很多年前开始做那个B吸肝的 小孩子出生就打预防针 我们看到儿童的肝癌都是降低了 这个是第一个是预防针 可以减少肝癌症发生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也做了那个 那个HPV 所谓的人类乳突病毒的那个疫苗 那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做预防子宫颈癌的部分 所以有些所谓的预防 是可以用疫苗的注射来去做预防 那刚刚另外提到一个 最近比较夯的肺癌的部分 那也是很多的争论 而且因为台湾的肺癌 好像是肺性癌比较多 然后好像没有抽烟的履性比较多 这个实际上是东南亚好像都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跟遗传比较有相关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还是跟抽烟有关系 虽然是出现相对来讲比较多 可是很多的肺癌是跟抽烟有关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在美国来讲 他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报告 对比较重度抽烟的人 他就可以做所谓的核子供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摄影 那这个是有一些说可以帮助早期发现 好 那我们刚刚谈了非常多的癌症 那其实癌症筛检在推动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民众是抗拒的 比方说有些民众说 我不检查就没事了 反正我不知道就没事了 那我们休息会儿要回来请教王署长 确实是不检查不知道就没事吗 或者说如果我早期发现 真的是只有百利而没有遗害吗 休息会儿再回来 我们今天专访卫福部的 国民健康署的署长 王一文王署长 那我们几周前呢 专访过健保署的李伯征李署长 那这两位署长呢 一个的主要工作是健保给付 一个是怎么样能够积极主动的介入 民众的健康管理 那这两个加起来 如果我们都做到最好 那我们的社会就非常的圆满 好 那我们回到 我前一个在问的问题 我想署长应该也听过 有些民众确实有这种想法 他说那哪里不舒服 叫他去做检查 他就很抗拒 我不知道就好了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不会害怕 那有的人是很怕那个结果 然后更怕面对后续的这些治疗 所以国际署推动这么多的癌症也好 那癌症他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件事 那如果你刚刚讲生活习惯的养成 那个不会很直接的觉得 我必须要面对一个 我得到什么癌症的坏消息 所以如果以你当医生也好 或者说你目前在国际署的经验也好 如果有民众是这种想法 觉得还不知道就没事了 我可以跟他和平共处一辈子 这种想法您觉得如何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了 很多人都觉得最好不要去检查 有问题不敢面对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查 很有趣的调查 我们都针对所谓的乳癌筛检好了 我们乳癌筛检大概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六成的人没有才去做检查 那我们就好奇 为什么有些人去定期检查 有些没有 我们就去探讨了三个族群 也一种人是从来都不做检查 怎么样都不要去 一种是做了一次以后的不愿意再来 第三种是每两年都做一次 我们探讨为什么 有些人是怎么样都不要来 实际上预防这个概念大家都有 可是他就不愿意 有些人就觉得说 癌症筛检 癌症很无 这还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最好是不要有问题 癌症听起来就很恐怖 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健康检查 也包括四十岁 我们每三年做一次 每六十五岁每年做一次 后来我们就慢慢觉得又改变 不要再做癌症检查 这个名字忘了 做健康管理 你现在四十岁的女性 你要做什么 过来帮你抽血 顺便做个指纹颈膜片检查 顺便做了乳房筛检 那六十岁过来顺便做什么 每一个年龄 每一个性别 他有特别的一个健康管理 这个时候对民众来讲说 我这个年龄对自己的健康有自己的责任 应该做的筛检就是一起来做 就不要特别强调癌症筛检 人家听到癌症就很害怕 我就不用你害怕 你过来检查就好了 所以大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开始的措施 所以改成这样以后有比较 我今年才开始准备要去调整 就是每一个人要有个别性的健康 我们以前都做所谓的精准医疗 那我们现在开始是个人化的精准的预防检查 或是个人化的健康管理 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他个人如果有糖尿病或是没有糖尿病 他做的检查就不太一样 应该因为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 用大数据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 个人化的一些管理 那这个筛检的本身 大部分还是应该都是有 各大医疗院所在执行 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医院去 真的都会看到有人是摆摊子 上面写什么什么 有的人是真的就直接到你面前来 跟你讲说你做过那个没有什么什么来做 所以看起来他们都有被要求 是业绩吗 这个算是业绩吗 我不知道国界署在跟医疗院所这一部分 用什么方法去协助他们来执行这个政策 有些我们癌症医院我们希望它达到一定的目标 因为有所要求大家都比较努力 特别是民众会走到一些医疗院所里面 我们所谓的癌症的品管的中心 大概有这样的部分 另外实际上我们也开始对基层医疗也希望他们可以扮演第一线的角色 基层医师实际上他们常常见到很多的病人 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每天跟病人接触以后 经历很好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个人健康管理的一个概念 让我们对卫生所有一点点的要求 不然我们也希望卫生所未来做管理 可是这种筛检可以让其他的单位来一起合作的部分 从医院到基层医疗到卫生所 实际上是一整体的互动的部分 我们刚刚讨论癌症这两个字 就像您讲的 这个是对我们国人来讲是最可怕的两个字 可是我们人会生病或者说会生故 绝对不是只有癌症这个原因的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不是癌症死亡的人 是远远超过癌症死亡的人 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三高跟三高有关的疾病 其实三高有关的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症这些加起来 人数也跟癌症死亡的不相上下 也差不多对不对 那我不晓得以贵族来讲 在国人的这个三高的预防上面 有做了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它是一个生活习惯病 所以如果从习惯去改变 是不是就有机会可以改善 我们刚才提到说人要改变习惯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 所以习惯实际上可以从小养成 所以我们就开始 最近我们做了几个不一样的就是 健康出境幼儿园 就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因为你知道如果各位去美国去吃蛋糕 那个不要蛋糕那个叫糖糕 在美国的蛋糕非常的甜 因为它可能从小时候对那种所谓的感觉 味觉已经把它设定得比较高的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都从幼儿园开始 我觉得最近我们做那个机会还蛮不错的 小朋友可以回到家说 妈妈今天吃的东西好像不太健康 它可以从那个部分来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从健康出境的幼儿园到学校 实际上都是从这个生活习惯上面来去改 那当然是生活习惯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当然是要筛检 那刚刚都三高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是40岁以上就开始筛检 实际上应该更早期 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做每一项的检查 比如说血压来讲 这是必须要定期血量血压 胆固醇可能是每五年做一次 有些这样的建议 我们现在是每三年做一次 可能的频率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从发生率 可能可以预防筛检来重新去调整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国民健康署 因为它是负担这么重大的责任 所以包括署长您本身 还有包括署里的同仁 因为您刚刚提到运动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那我想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了解署长您自己怎么样照顾健康 然后待会我们看一段影片 看看我们国民健康署的同仁 平常怎么样在很忙的时候还有时间 可以利用一点时间来做运动 那我们先分享您个人 平常怎么样注重您个人健康的保障 这个实际上到国民健康署当署长以后 就发现自己如果不健康 好像对不起自己同仁 所以我记得我去刚刚当署长的时候 我说我们同仁第一个 要怎么样最少符合国民健康署的要求 那运动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或是必要的 那可是大家都还是很忙 所以工作中是不是可以一方面 一面工作一面来稍微动一动 以前有所谓的健康操 我们定时每天的好像十点多 下午三点多都有一个时间大家休息一下 那我们现在是每个单位大概都有运动的器材 那我们也慢慢发展到 所谓的智慧型的那种所谓的环境 包括说有些我们有一个计划是 那个时间到了坐子就会起来 那你就跟着要起来再动一动 那这个都是我们实际上在署里面 希望是创造一个环境 那当然是不只是一个实体当中可以运动 心理上环境的一个疗愈也很重要 有人说如果你那边植物多一点 音乐放一下实际上也会有 所以我们曾经就请一些老师来 做一些疗愈的植物 让它看得比较舒服 实际上比较舒服压力也比较减少 那有些研究说你的桌面 如果比较干净的话 压力也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 在桌面不要那么乱 这个实际上都是有一些 我们很努力去改变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梳理目前有多少同学 我们正式的大概是两三百位 正式的一百多位 正式的一百多位 正式的其他这两三百位 好 那我们就请导播来跟我们看一下 我们署长带来的 国界署的同仁 平常怎么样利用上班时间 也做一些让自己的身心愉悦的运动 好 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企业做个参考 因为所有的在企业上班的员工 真的都是压力很大 那当然有些企业也在做 但是国界署应该是一个示范 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好 那我们休息会呢 要回来用一点点时间 请教署长本身怎么样运动 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 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专访卫福部 国界署署长王英伟 王署长 好 那我想我们刚刚看到署里面的同仁 怎么样利用上班时间 也同时可以有一些运动 那署长你本身呢 你自己本身做什么运动 我大概是走路了 我现在来讲是早上 从士林走到火车站那边 我们的办公室附近 那我觉得这个走起来还蛮舒服的 需要多久的时间 大概45分钟左右 就上班一程 回来不用走了吧 回来没有了 但单程 因为回来就是比较晚 所以早上我才五点多出来 精神也比较好 而且那个时候空气比较好 也没有那么热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之前前一阵子我们有看了一个报导 所谓的健康促进2.0版 我们现在是国民健康署 也叫健康促进署 那2.0版它就包括说地球健康 跟人的健康是有相关的 那我们发现 我们以前都说健康不平等 有些人是有钱的 或是跟中间的不平等 现在提到说世代的不平等 我们这一代用了很多 下一代的人的一个资源 包括说环境的部分 所以现在一个比较细的概念就是 你的健康跟你的环境 一起地球健康实际相关 我们的饮食可能跟一些 比较健康素食内 或是附近的一些所谓的 以地球健康的为基础的饮食 还有运动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我每天早上本来 我们司机来去接我 好像这个对地球有点点耗费 如果我现在走路 一方面对我的健康有帮助 对这个地球健康也有帮助 我觉得有很多的方式是 跟我们的环境 跟个人 其实上都有好处的时候 那个动机就比较增强 那您这样走了多久了 大概几个月 之前是有在晚上去走 有感觉的确有帮助吗 有啊 实际上 以前我都是 下班也要回家去公园里面再走 可是现在觉得 好像早上走比较更健康 回到办公室做完以后 还要继续工作 实际上精神比较好 是 那实际上我们办公室也有 我们有一个比较新的办公室 在讨论室 我们讨论室里面的 所有的桌子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站得来开会 站得开会对我们的直追 也有比较帮助 因为直追的压力 坐的时候压力最大 站的时候是压力比较好 躺是最好 不然我们不能躺着开会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国际上也是一样 开会的时候我们是站得开会 效果会比较好 我想健康对我们帮助 是全面性的 就是对所有的疾病 特别是三高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们前面谈到 癌症的预防 或者是三高预防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不能遗漏的 就是我们国人的肾脏疾病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国人洗肾的人口 八万多人 一年要用到的健保资源 其实非常可观 如果光是洗肾 又可能要四百多亿 如果急慢性加加起来 可能要花到五百亿 所以我就很好奇 对于这个单一疾病 必须要这么多的健保资源 去保护的这群民众 在国舰局这边 做了什么样的 可以做的努力 实际上有所谓的 我们有慢性病的 肾脏病的管理机构 或是慢性病的管理计划 很多洗肾的病人 基本上都跟三高 特别是糖尿病有关 如果糖尿病控制好 后面洗肾的机会都比较少 所以前端的部分 一定要做得很好的一个保护 实际上我们最近 有很多新的科技 来增加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 所以刚刚提到说 不是只有运动饮食 都要注意 本身你有病的时候 怎么样把这个病控制好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责任 包括说用现代的科技 现代的技术来的去协助 一个是不应尽量延缓 我们进入洗肾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不必要再洗肾 就不用再洗 意思是我们说了 有些可能很臥气 躺在床上 我这以前 我刚才跟主持人提过 以前做那个 我在看门诊的时候 我这有一个员工过来跟我讲 他要帮他爸爸拿药 他爸爸定期已经昏迷了 可是定期会被接送到去洗肾 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 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洗 有些已经多重慢性病了 还是不断的 死亡前的一两天还在洗肾 这个实际上是 那个是说延长死亡 不是延长生命 所以要减少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医疗支出 不应该进入洗肾的 这不应该要 应该停止的 这样的停止 这个才会要有限的资源 用在最有限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国舰署 在为国人做的很多努力 那说很抱歉 我必须要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 问到他们说 他们对我们这个国家 保护国人的健康 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几乎大家讲出来 都是六分钟护医生 那事实上这个已经是 很久以前的一个广告词了 可是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在里面 还是停留在这个 那这是不是表示 我们国舰署 跟民众的沟通 有还要再努力的地方 因为事实上国人也做很多事 也做很多研究 也发表很多的 就像您刚刚讲这些 那是不是表示 还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再强化的 谢谢主持人提问 要借地气 意思这样子 那刚才提到说一个 六分钟护医生 为什么那么 因为他没有说做癌症赛检 我们其他的几个癌症 都是我们今天要做大肠癌 什么癌 听起来就很不舒服 可是六分钟护医生 就是这个就是护理医生 所以实际上我们从去年前 也开始调整我们所谓的 那个宣导的方式 跟民众沟通的方式 所以刚刚提到说 未来我们已经开始在调整 这不是癌症赛检 也不是健康检查 是个人健康管理 这个时间到了 你就要做这个事情 你就不要特别 因为有些不舒服的 那个名词 大家用起来 大家觉得说 很不愿意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太谈了 我只要你做就好了 还有一个是怎么样让民众 知道这些事情 这个有几个方式 因为不同的人 像刚刚提到说 有些人是怎么样都不愿意 他知道 可是他不愿意做 他需要的讯息 跟做了一次以后 不愿意做的讯息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 我们就透过一些 不同的媒体 不同的场运 所以我们所谓的工作场所里面 就开始进行 这样的一个筛检 如果是像口腔癌 我们是针对高风险 或者是建筑业 或者是鱼业的部分 就我们把服务送到那个地方 你在台北 做变量防治 还是筛检 可能不 可能在中南部比较需要 而且特别某几个行业 我们就是直接往那个过去 所以算是没有说很普遍性 可是针对性来讲 是很重要的部分 当我们把健康照顾好 然后我们的健保也把我们保护的这么好之后 我们就看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 可是当我们活得越来越久的时候 是不是确定我们延长的是健康的余命 还是不健康的余命 那我们就有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风险要面对 那休息一会儿 我们就回来看一下 那署长在这个高龄化所可能造成的失智或失能 有什么特殊的看法 休息一会儿 再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们知道怎么样延长健康的余命 跟怎么样缩小这个不健康的 健康的不平等 是属里面很重要的使命 可是我们面对的环境 就是少子化 高龄化 双重的佳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贵属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境 然后还可以完成使命 大家在努力 全球都在面对所谓的高龄化的一个延长 第一个是我们说所谓的一个活跃老化里面 第一个它要身体的功能 一个是智力的一个 不要在所谓的认知能力的下降 第三个是社会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看到老人家来讲 我们现在很多的活动 都是用所谓的一个运动 或是延缓势能 一个很重要就是 他怎么去参与这个社会的一个互动 老人家有一个研究就是说 越孤独的老人 实际上他的生命的机会就越多 所以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的活动 让老人家可以走出来 让他可以去参与 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参与的运动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实际上越来越多 就是所谓的失智的部分 那有人说有没有吃什么药 吃什么东西是可以延缓失智 好像现在好像没有这种证明 包括说很多人说吃这个什么银杏 或是什么 可是在科学证据里面并没有 可是唯一证明的 就是说怎么照顾你的心脏 怎么照顾你的脑袋 有一句话说 your heart,your brain 就是当我们心脏 要怎么照顾呢 运动饮食 所以现在来讲 很多所谓的一个运动 对老部的失智的预防 是很有帮助的 那怎么样把大家一起出来运动 一起走一走 这个都是一种 未来我们可以努力的 推动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政策 或很多人 对这个长者 或者是失智失能的人的关心 比较多都是在这个身心层面的 那我们知道署长 您在推动这个灵性关怀 那为什么您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除了关怀一个重症 或者临终病人的身心以外 还要关怀他的灵性 灵性的丁有点抽象 是 非常抽象 那有时候觉得他的价值观 他的价值 我为什么 我的存在 所以 有些老人家退休以后 好像在存在 我们常说要刷那个存在感 那所以 实际上我们一个鼓励就是 不要退休 实际上退休这两次很不好 是 退跟休好像就是非常负向的 对 然后呢 英文更不好 英文的叫 We Tire We就是再一次 Tire就是很疲倦 好像退休就是再一次很疲倦 所以现在很多的鼓励是 大家尽量不要把 这个所谓的退休变成一个 要好像一个比较负向 更正向来面对 实际上对灵性来讲 人的互动 它的存在 它的价值观 所以最近我们也 推了一些一样老人家 刚刚退休的人 怎么去贡献 用他们的能力 来对社会上的一个贡献 这个他的存在感 他的参与 实际上对他的 所谓的延缓老化 是最有帮助的 那我们想要您个人 在这个安宁疗户 这一部分 从事很长一段 四分之一个 四季应该有了吧 有了 差不多十几年 那这个跟你推动 灵性关怀有关系吗 我想 我们常说 身体 心理 社会 那对末期来讲 或者你说 实际上包括灵性的部分 一个灵性 实际上有各种的一个 有人说灵性是不是等于宗教 基本上不是等于宗教 可是对一个人来讲 他本身的价值 我到现在来讲 有人说 为什么我一辈子做好事 现在轮到我要走 有人说 我现在我做的很多好事情 我的存在就很重要 所以很多的灵性 是等于他的个人的一个 社会上的一个肯定 对人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肯定 我想人本身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自我过去一辈子的一个肯定 那这个灵性关怀是透过什么人去完成它 帮助病人应该这么说 有所谓的灵性关怀员 或者是有所谓的宗教师 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 每一个医护人员 甚至朋友中间 都可以做到所谓的一个互动关怀 跟肯定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部分 那您个人在从事这个灵性关怀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实际上 我们过去当医师 都希望是把病人救回来 人家跟我讲说 那你每一个病人都往生了 不是这没有成就感 可是当你帮助到每一个人 让他们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家属得到一种成就 一个肯定 就是我的成就感 我觉得对人的帮助 对我们来讲 就是增加我们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我们的存在感就在那边 好 谢谢苏长 谢谢